受封面影响 22号晚间9点开始 华莲市区下起了大雨 这除了让用路人夜间行车视线不好 路面还很湿滑 有一位外地游客 他开着吉普车 刚出了北冰外环道地下道之后 疑似车速过快 又不熟悉路况 直接就撞上了安全岛 整台车翻覆在路中央 索性驾驶人受轻伤 吉普车才刚开出地下道 就立马失控撞上安全岛 整台车因为惯性 直接侧搬横躺在路中间 开太快滑掉了 有一点点 是你要进地下道啊 我要出来 然后就 应该算路况不熟 然后又下雨 然后出来一下雨 然后时间不了 一踩它就刹不住 又吃到安全岛 好的没事啊 还好 这起意外发生在21号晚间9点左右 一名33岁岩姓驾驶 从外线市开车到花莲游玩 臭巧遇上连夜大雨又不熟悉路况 在行津北滨外环地下道时疑似车速过快 到了转弯处想减速已经来不及 所性质受到轻微的差挫伤 金钱验驾驶人没有9500度反应 且有合格驾驶执照 全案由本分局交通事故处理小组 依规定处理 警方获报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负责指挥交通 并协助驾驶人排除车辆困难 晚间10点半恢复了通车 而花莲警分局也呼吁用路人 天雨路滑视线不佳 车辆所需的刹车距离也会拉长 应该要减速慢行 并且时常注意轮胎胎纹深度 如果已经磨耗到指示线 就要赶快更换 才可以确保自身行车安全 卷取离情 华莲市报道